由中国等地搬回美国 部分因应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以及企业要求将业务和职位留在美国的主张 报道说红海已经开始着手 不过和碩就因为成本大增而拒绝 消息估计搬往美国的生产成本可能会增加超过一倍 另外苹果说部分的智能手机iPhone 6 跌出几次之后可能会出现屏幕闪烁的情况 将会提供收费的维修服务